轻哥说你想闷闷地赢,还是过足忍输,如果计死数,目前传统股绝对抵买,无论是地产,餐饮,航空都处于估值低点,就算距离低位有10%至20%的升幅。 考虑到目前疫情最坏时间已过,再次跌穿低位机会不大,其实是有直博率,最大瑕疵一定是会很闷,不会短期之内爆升,但要闷闷地赢,是可以做到。 至于科网股,正如上文提到,已经差不多击败价值投资,走出自己一条路,造就几个超越不非得的富豪,有别于香港及中国富豪榜,似乎并没有首富魔咒,也即时获得财富,不会立即成为封眼,受到其他势力打压,所以五大富豪在榜上具有持久力,而且互联网亦由概念变成实业, 更是赚很多钱的实业,长期压着不非得看来是一个趋势,也可认证在目前的时代,互联网新经济将主宰股市,新经济股绝对不会闷,一定可以令大家过足引,长期增长也很确定,基本上必定会有增长,问题是股值升幅太快,开始有点感到不安,说增长如何强劲, 股价在短时间内倍升,都是受到炒卖需求所推动,而炒卖需求的动力来源是因为低息,无限量的量化宽松,非常不想经济陷入倒退的政府, 不者之前说过,不赚钱靠着负债做大公司规模,换这个游戏市场一定要愿意让债务滚动,而且公司即使不赚钱, 无利也要足够覆盖利息开支,否则的话增长便会停顿,甚至乎有中型互联网公司因为资不抵债,会被大型公司收购,目前市场已经回稳, 几个大国也声称已研发出疫苗去对抗肺炎,虽然缺乏详细情况,但估计最终也会出现某些产品,以稳定人心, 在未来几个月会进入经济重启增长时期,最能受惠的是传统股,而对整个股市更有决定性因素,是无限量的流动性以及补贴将会开始停止, 到时候就要各自求生,不能再依靠政府债务补贴,最大的利好因素将要消失,世事如期,过多月之前,市场一直在担心香港通过国安法之后, 联系汇率要消失,美国会制裁香港的金融机构,但是结果出来却不是太过严厉, 坑苛过后有出头天,甚至乎在这段时期,港交所00388越升越有, 如果大部分中概股都把股票从美国搬到香港,市值会大幅膨胀,有机会增加恒生指数成份股权重, 因为管理层普遍持有大量认股权,有这个有因令股价上升,在港交所的角度, 这个举动亦能直接刺激成交量,何乐而不为,美股最近流行拆股, 把入场费降低,这个举动亦是有助股价上升,如果获得成功案例, 香港的科网股也有权仿效,帮助进一步进入牛三,配合刚才所说, 如果银筋也开始收紧,目前将会是周期中最急最劲的一段, 好好享受过后,可以抽身离开派对,过足引又不用输。